总总你会去吹婚吗 如果汉总是你的员工 他不可能是我员工 假设 他是您的员工 而且他现在比如说 他来接受我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标准 因为他自己的眼睛太高了 他想象到他所需要的那种 可能他没有找到 是 我可以祝愿他们 但是我不能吹 祝愿他们不能吹 如果是亲戚呢 亲人也一样 如果你儿子呢 我觉得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不是你强求他 他自己的选择很重要 对 职场经常会有一个问题 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父母亲都还讲说 工作很重要 我知道 但是年纪也不小了 对吧 找对象也重要 这两个东西必然矛盾吗 我没觉得 王姐 你这就有点反尔赛了 你看看 你这是让谁嫉妒和羡慕呢 没有 就是 其实像我跟我先生 我们今年是七年之痒 有点反尔赛 其实你也是跟自己一个人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还是可以做自己 那个时候谈恋爱 你想天天跟他在一起 现在结了婚 如果大家稳定了之后 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考虑自己的这个事业 我觉得彼此也都比较心照不宣支持 见面的时候大家会更加珍惜 我觉得也挺好的 所以无论男性女性还都是 尤其是女性要自己独立的事业 很重要 对 对